Hello大家好,我是Jessica,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里呢,我想跟大家来做一个包包的开箱测评 那其实做这个我还是有点小兴奋的 因为这两只包我真的已经期盼很久了 那我们就赶紧进入正题吧 那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的呢,就是这两只包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它们两个看起来就是 不论从颜色品牌还是大小上都是那么的相似呢 没错,因为它们两个就是两只一模一样的包 除了颜色以外,因为在看到它的时候呢 我真的是很难抉择究竟买哪一个颜色 所以就买了两个颜色,也跟大家一起来看看 究竟我要留哪一只呢,算是做一个极限而选一吧 大家准备好了吗,就是这两只 BV的mini小方块 这两只最近,就这个包型一直都还蛮火的 然后它的颜色呢,就是有很多非常的美 这只是它的经典色,叫做鹦鹉绿 那这只呢,就是今年新出的颜色 在镜头里看起来好像有点白 但实际上我离更近一点 它是一个非常青春活泼的水洗柠檬黄 Washed Lemon这样一个颜色 那我在看到的时候,一开始我是先看到的是这一只 在一个代购的那个WeChat朋友圈里面 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太美了 然后,因为我以前都没有买过BV的包嘛 所以说我就一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然后在我搜网上的时候发现 原来它还有一个更经典的 我真的是太孤陋寡闻了 它有一个更经典的这种,嗯,鹦鹉绿的颜色 所以我就想了很多天,我都真的拿不定主意 然后我就把它冻买了 这个的价格呢,在美国是1000刀税前 加完税以后,在加州大概是1090到1100刀 这样的一个价格 在这个品牌里应该还算是比较亲民的了 然后我们来具体的看一下这两只包包 那因为这个绿色呢,在镜头前比较醒目 所以我就用这一只来给大家凑近看一下 它是BB家这种经典的编织格 然后是比较宽的皮这个版本 这个版本就是比较年轻,更活泼一点 这只包非常的mini啊,非常的小 一共只有六个格 然后我给大家打开看看它里面 打开呢就是一个磁吸扣的这种方式 里面的衬紙我还没有拿掉 里面就是一个这样的构造 能看清吗 比较方,但是它这个其实 听说好像虽然看起来很小 但其实还是能够装下一些你 最基本的一些东西,还是没有问题的 里面有一张这个BB的卡 OK,我们拿开 它背带是这样一个宽度 不算细,就刚刚好吧 然后这边的扣也挺多的 嗯,我们来数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它这一共有十个扣眼 然后刚寄来的时候 好像就是在这个第三个扣眼 还是第四个我记不清了 所以它其实这种可调节的范围 还是蛮大的 就是不管你是什么身高的人呢 应该都可以调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 然后因为我也不知道它的容量有多大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装一下看看 能不能把平时随身的一些 基本的东西都放进去 首先就是卡夹 卡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样子 然后是唇膏 把它放在侧边吧 节省空间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就是 一个随身的小香水 其实我是没有那个 平时喷香水的习惯的 但如果大家有这需要的话 这个把它放进来 放在后面 然后就是一个随身的洗手液 这个免洗洗手液 这个瓶我不知道算大还是算小 应该还要比它更小的 放下 这样放在最下面 接下来就是车钥匙 大家 这个 这个包还是可以的 它全部都放下了 就刚才这些 其实平时戴的也就是这些 扣起来也 嗯 还不错 这个形状没有 没有什么变化 它意外的能成 就比我想的要实用很多 因为你看它的大小 它真的是在镜头前 可能看不出来 但它其实真的是 非常的迷你 我们把它跟 Chanel的这个 Valet on the chain 来比一下 你就知道它有多小了 它比这个Chanel的 这只还要小很多 这个 比一下吧 LV的这个mini pochette 这个麻将包 看到没有 大家 它跟它比还要稍微 还要稍微短一点点吧 就差不多的 这么一个大小 但是它剩在 就是它的宽度是有的 这个深度是有的 所以你可以 在里面放的东西 就不会说 什么都放不下 那我就把它上身 给大家看一下 好那现在呢 我就给大家上身来看一下 我是165的身高 然后现在是扣在了 第三个扣的位置 这个大小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其实我不觉得它非常小 在我身上看起来 那这个鹦鹉绿色呢 我也觉得非常好看 很百搭 如果是像夏天 你穿一些浅色的衣服 也很漂亮 然后冬天穿黑色的 深色的衣服 它也能够打破 那种沉闷的感觉 总之就是一个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好接下来呢 就是这只水洗柠檬黄 因为我在搜YouTube的时候 发现这个BV的 迷你小方块呢 就是绿色的比较多 然后像这个颜色就 比较少 基本上是没有吧 这个水洗柠檬黄 是今年2022年春夏 新出的一个颜色 所以说可供参考的 就没有那么多 那我就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 换了一身白色的T恤 然后可能能够更接近真实一点 它是那种非常鲜的 清凝黄绿色 就是Washed Lemon 饱和度不高 然后对于什么肤色的人 我觉得都可以背的挺美的 我现在上身给大家看看 因为我本身就不白 然后背起这个来呢 也不会说有那种荧光感 这个同样也是暂时扣在了第三个扣眼的位置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了 大家觉得我应该选哪一支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 那我自己如果就目前来说 我觉得我的私心呢 我可能还是会留这支鹦鹉绿色 那大概的理由呢 就是第一 应该这个算是最经典的BV绿吧 如果对于我没有BV的包包来说 我觉得可能留一支经典色 还是会更加不会容易后悔 那第二点呢 刚才也说过了就是 我不是那种肤色冷白色调的女生 所以可能这种偏暖的绿色 会更加的能够提亮我的全身 当然这个也是非常的好看 如果我要是预算足够的话 我还是会把这支留下来的 但是目前来说这两个包 我还是只想保留一支 你们觉得呢 现在觉得都好看怎么办 总的来说 BV的这个mini cassette小方块呢 我觉得还是很值得在春夏天入手的 因为听说这个到了天气暖了 就断货也很快 然后就它的大小来说实用度是有的 因为你买它也不是为了买一个能装的包嘛 所以这个包我还是很推荐的 好啦那就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次再见